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欢迎新发型啦 把头发剪短了 其实今天早上我把头发卷得挺好看的 然后因为下了非常大的雨 所以现在我头发都已经有点止掉了 然后又塌塌的 不是很好看 但是我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买了一个新宝 当当 在这里 可能因为是圣诞节的关系了 这朵山蝉花不是它一般来讲的那种白色的 是有一点蓝金相间的这种配色 包括袋子也是这种花纹 然后这里有个放的是小票啊什么的 这盒子也是这种蓝金的配色 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经典款的 那个比较好看也 打发吧 然后里面就是我的宝宝 当当 就是一只boy 这上面还有一些什么弯什么的 我也把它撕了吧 好 这就是我的芳芳了 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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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boy呢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颜色跟型号的 大小的话一般都是分为小号和中号 然后我这个是大一点的中号 因为我去柜上试了 小号的话我背着实在有点小 因为我比较高大 中号的话容量也会相对来说大一点点 这支是牛皮的 他们家比较常见的皮质就是牛皮跟羊皮 然后羊皮的话就是会更亮一点更细腻更软一些 然后牛皮的话看上去就是会有一种哑光的效果 但是更耐操一点 像我这种就是还比较粗糙的女孩子 可能就是牛皮更精勇一点 然后我觉得毕竟是挺贵的东西 如果很容易坏的话 万一不小心搞坏了比较心疼 所以我买的还是牛皮的 然后纹路的话其实比较常见的是零格纹 但是我觉得V字纹看起来更年轻一点 所以我选的是V字纹 扣子跟链子我选的是这种复古的银链 就是做旧的一个款式 这样的话它不容易旧 开盒的话就是它这里有一个扣 捏一下就打开了 然后里面其实就非常简单 它就只有一个隔层 它就只有一个隔层 小小的内袋内胆 可以放一些卡或者是零钱之类的 要说容量我觉得也不是非常的大 就是小包 如果你是习惯背小包的人 可能会觉得还挺够的 但你要说非常大的容量 那确实是没有 然后现在就上身给大家试一下 他们家的包啊 其实细节做得还挺好 你看这个扣子上也有它的双C的 这个花纹还挺有看的 然后包括侧面这边也有它的logo 然后这个我是膜还没有撕掉 就先不撕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 我自己的话其实背包一般就是鞋背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它这个就是我今天穿着毛衣比较大 它这只就是你背前面呢 或者是背在后面都还蛮好看的 然后我的身高是172 我觉得如果在165以上的妹子 其实买中号比较合适 如果在165以下的妹子 可能买小号的比较合适 然后它这样单肩背也是挺好看的 还有呢就是可以这样双链背 双链背的话就是一个短包的效果 我今天这件毛衣比较大 所以看起来比较奇怪 就可以这样子双链背 双链背的话就更女人味一点 更淑女一点 这样也是很好看的 然后那个柜姐跟我讲 你是可以把这根 还可以把这根皮链子就是收到 还可以把皮链子收到包的底下 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一个 纯粹的链条包 好那我们现在要不就来看一下 这只包包的容量吧 就随便拿一下我今天包里面的东西 看看能不能很好的装到 我今天背的还是这只 之前做过开包季的 之前做过翻包季的这只包 好首先呢是一个钱包 感觉好像是同一个系列的耶 我买的时候都没有注意 说明我的审美真的特别单一 我就是喜欢这个款的 然后手机 然后护手霜 纸巾 还有两只唇膏 然后我今天嘴巴上涂的就是 YSL的这个613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是有一种冰糖葫芦的感觉 眼药水 戴隐形眼镜的时候会戴的一个眼药水 特别特别凉 然后还挺好用的 公交卡 这个是我国内的话就会戴一个公交卡 因为我在国内一般都是坐地铁的 不敢开车 然后还有一只笔 我一般随身都会戴一只笔 没了吧 没了 装是能装下的 但是比较满 这样是可以装下的 就还有稍微有一点点空间吧 你可能戴一个粉饼什么的也能放 但是我觉得挺满的 主要的话是因为我这只钱包其实比较大 如果换一个小一点的卡夹 或者是扁扁的那种卡包 那其实还可以放不少东西 然后因为我钱包特别大 所以就 占了大部分的空间 但是我要戴的东西也都是可以装进去的 然后有些人说这个链条会很重嘛 但是我觉得背起来跟我这只也差不多 就是没有觉得说特别重 好像说新的这款是有改过的 这个链条里面是空心的 所以就不会很重 小号的那只容量是真的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比较娇小的妹子 想要买小号 最好去柜上试一下它那个容量 因为容量太小 不能装东西的话 也是一件蛮痛苦的事情 果然包制摆边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我今天买完这只包就一直出了一种 非常开心跟兴奋的状态 开心 今天就先这样子吧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